43岁蛇诗曼参加鲁豫有约,普通的坐姿暴露了港姐和明星的区别 43岁蛇诗曼参加鲁豫有约,普通的坐姿暴露了港姐和明星的区别 很多的香港明星,在我们大陆的娱乐圈中发展的都十分的不错 比如说陈伟霆、刘德华、成龙和周星驰,都是知名度比较高的一线演员 他们在娱乐圈中的成就是很大的 还有香港的一些女明星,比如说刘佳玲和蔡少芬,说起香港的女明星,她们的颜值都很高 还有香港的一位女演员,也是一位优秀的港姐,就是蛇诗曼 蛇诗曼因获得香港小姐继军而进入娱乐圈,演出过几部作品 其中的一部古装工斗剧金之玉孽再次获得万千星,挥颁奖典礼 我最喜爱的电视角色奖,以及马来西亚Astro华丽电视台颁奖典礼 我的挚爱女主角奖和我的挚爱角色奖等奖项,从而被观众熟知 如今的蛇诗曼43岁了,一部《炎喜攻略》又让蛇诗曼火了一把,她在这部剧中饰演的贤妃,演技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认可 蛇诗曼最近还参加了鲁豫有约,在节目中也躺到了《炎喜攻略》这部剧,因为这是凭借这部剧再次翻红的 所以主持人鲁豫也在这方面问了蛇诗曼的很多感想,但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,蛇诗曼并没有表现出非常开心的一些举动 他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来谈,矜持地做台节目中和鲁豫唱谈,这样的蛇诗曼给网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鲁豫的主持风格独特,她的一言一行都十分的注意,从鲁豫的说话语气,照鲁豫的坐姿,网友都可以看得出来,鲁豫是一个非常在乎礼仪的人 但是这一次的蛇诗曼来到了鲁豫有约的现场,从他们的交流中,还有一些细节方面,网友还是发现鲁豫和蛇诗曼是有不同点的 鲁豫穿了一身的运动装,鞋子也是选择了一双运动鞋,这样的鲁豫看上去十分的简灵而有活力 但是蛇诗曼参加这个节目的服装,高贵典雅,十分的有魅力,就是买穿了红色的连衣裙,鞋子选择了白色的高跟鞋 朋友注意到蛇诗曼的坐姿了吗?是非常标准的坐姿,蛇诗曼侧坐在沙发上,双手交叠当在腿的一侧,双腿并拢 这样让网友看上去很注意自己的一态,脸上表现出来的从容镇定也让网友佩服 相比鲁豫的坐姿来说,显然是有差距的 不愧是港姐,一言一行,完美的坐姿,讲话从容镇定,自信满满,蛇诗曼有助自己独特的魅力和细致 就算我们可以模仿出蛇诗曼的坐姿,但是他这种港姐的气质是我们不能模仿出来的 网友们发现港姐蛇诗曼身上的优点了吗?43岁蛇诗曼参加鲁豫有约 普通的坐姿暴露了港姐和明星的区别 参考来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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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